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6月开始 河南开封市降服区贫发车内盗窃案件 盗窃落手 跟高手较量 确实比较费劲 嫌疑人作案多起 却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 警方成立专案组 调查侦办 2018年11月 被警方一直关注的一个嫌疑人被抓捕到案 审讯之后 警方发现事由蹊跷 嫌疑人自称 跟办案警察已经打过招呼 为此已经花了近万元 在这个案件中 她是个侠疑人 但是作为被骗这个案件 她是一个被害人 人是啥人啊 你不认识公安局人跟着走吗 我啥都不认识 你哪个公安局了 还不是公安局了呀 你那断了 啥事那不再说吗 咋子要再说 我发现那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昨天我们播出的一期节目 小案不小 讲述的是开封市降服区公安分局 破获多起盗窃机动车和入室盗窃的案件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些小贼被抓获 关起来了 案子也就结了 谁都没有想到 这其中有一起案件 不仅仅在于嫌疑人偷东西 还在于他进了看守所之后 又暴露出其他的蹊跷情况 来一起关注今天的节目 开封市我们这个城区连续发生了有二十余次 就是杂齿坡里被盗案件 都提取不到的滋味 陷息 压力非常大 确实压力非常大 从2018年6月开始 开封市降服区警方接到多起报警 有人专门利用车主的疏忽 盗取车内的财物 凌晨四点 这个人就是这样打开了别人的车门 车主在停车的时候忘记锁车门 还进去 开始翻贵重东西 也是凌晨 这辆车也未能幸免 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惯犯 因为他不是坐一起 如果是临时起意的话 坐一起也就算了 但是他是连续作案连续发案 我们开封地区 因为车窗忘了关 嫌疑人轻松地拿走了受害者的包 警察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这样的案件是有规律可循的 找到了他们的规律 就能找到那些嫌疑人 嫌疑人作案都是单独作案 他没有同伙 第二他又说戴手套 第三他又说善于伪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开封降服区警方破案近四十起 抓获嫌疑人十九名 在这一系列的案件之中 有一个案子特别让警方关注 这个人只要看到车内有遗留的物品 他会采取打破车窗的方式实施盗窃 用一个螺丝刀给他撬开 撬开以后拿走 所以根据这个特点 我们也发现了几个疑似的嫌疑人 他犯下的几起案件给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并且此人每次犯案都很注意 不留下自己的痕迹 以至于警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都没有办法找到他的踪迹 刀切落手 跟高手较量 确实比较费劲 为了破案 开封警方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方面加大了路边的巡逻 提高了路边的见警率 同时针对同类型的案件 警察理顺线索继续排查嫌疑人的身份 事情的转机是在 2018年9月5日凌晨4点多 又发生的那起破车窗盗窃案件 监控视频显示 实施作案的正是警方一直盯着的那个嫌疑人 先用手拉车门 看看车锁了没有 他是一辆辆的拉 他在停车场 用手电筒挨个车辆寻找目标 用小手灯往车子里照 照了以后发现有贵重物品了 有包啊 有东西了 他就开始想 用四倍快放的速度可以发现 凌晨4点53分 这个嫌疑人选择了一个目标 他使用了一个工具 开始撬汽车的后排玻璃 两分钟不到 他就得手了 并且进入了车里 凌晨4点58分 嫌疑人从车中下来 关上了车门 准备离开 他还再次回头 擦掉自己留下的痕迹 几分钟之后 警方就找到了这个嫌疑人 骑自行车离开的画面 当时他把车停放在一处民宅 也许是因为他不知道 有监控的存在 这次他的模样被拍到 通过这段录像 警方从大量的盗窃 浅客嫌疑人中 找到了本地人李某 他刚出狱 没有多久 长期靠偷盗为生 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了李某的落脚点 这个官方还没有固定的住所 有时候住宾馆 有时候回家 但是他家经常锁 没有人 2018年11月 警方针对此前李某的活动轨迹 准备在他的落脚点实施抓捕 针对这样一个惯犯 开封警方原本就预料到 抓住他并不容易 警方开始继续布控 调查李某有可能躲藏的地方 同时留下了人 继续遁守他的家 清晨时候的抓捕 因为嫌疑人非常熟悉地形 最后还是逃脱了 警方当时考虑 一方面他们要避免抓捕的时候 出现意外伤害的发生 而另外一方面 李某的身份已经确定 抓到他只是时间问题 随后警方对嫌疑人 进行了网上通缉 而逃走的嫌疑人 也坐不住了 他开始盘算着 另外的一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 没人知道 当时侥幸逃跑的李某 消失了几天去做什么了 但是负责蹲守 李某家的警察发现 两天之后 李某就大摇大摆地回家了 根据他的行动规律 感觉他有几次 他很大大方方地都回家了 有安排人员给他蹲 跟蹲守 蹲守了 中间又给了四天 可冷了天 天都可冷了 可亮了 李某的行为 让降服局警方有些惊讶 他们再次调整了抓捕方案 这次要保证万无一事 李某是个惯犯 是个老贼 其实警察也没有料到 他们能这么快就找到李某 并且把他抓捕归案 事情进行到这里 警察们心里也觉得 这起案件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李某根本不配合 并且跟抓他的警察说 你们也甭费劲了 过几天就得把我给放出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讲了 你改杂处理我杂处理我 改杂处理我杂处理我 我啥也不给他说 你管不了我几天 被捕之后 警方对嫌疑人李某进行了审讯 这个李某拒绝回答问题 并且对警方的审讯并不在乎 当时 把案命中都很吃惊 他管不了几天 你又使这个狗来 但都很吃惊 当时他也很自信 他觉得做的没啥事 几次审讯之后 李某直接跟警察说了 自己虽然被抓 但是过两天肯定会被放出去的 因为之前他盗窃的事情 在外面都摆平了 我就同我一个朋友 划把钱的 我给他救钱都换钱的 划把钱的朋友过 将来我使白苹果了 他跟我说过这事之后 我才给火灾回家住了 这是后来他说的 一开始他对抗也不说 这是说我们公安局管没有证据 拿它没有办法 听到这样的说法 降服局警方开始警觉起来 李某随后又透露 自己在外面 还专门请办案人员吃过饭 前前后后送礼送钱 花了近万元 这种情况下警察决定问个明白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 李某终于告诉警察 他有个厉害的朋友叫王杰 王杰的能力非常之大 李某告诉办案人员 他自己是打牌认识的王杰 后来因为警方对他上网通缉了 他想起王杰曾说过 他在公安局有人脉关系 于是李某找到王杰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疏通一下 王杰则异口答应 得知王杰已经跟警察吃过饭 李某很高兴 他很快地将500元饭钱转给了王杰 让他务必继续帮帮自己的忙 没过两天 王杰再次找到了李某 说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他找到了专门办理李某案件的警察了 那时间还也不够 我说你不中案 那时候还得多少啊 那你还得五千块钱 几天下来 王杰以请客吃饭和送礼等理由 从李某的手上拿走了九千五百元 李某告诉警察 王杰说自己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他对此丝毫没有怀疑 最后他觉得也出了钱 感觉到已经在家已经没有很安全了 所以这次他轻易就回家被我们抓捕 都问送哪去呢 那咱还会抓捕啊 他还手上掌 手上掌之后 这个是李某案件总是了 被抓之后 此人有恃无恐 警方审问之下得知 原来他有个厉害的朋友 他有一个衣服 在开工时 公安局当副局长来 送礼又送钱 淋雨之中 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就是弄给 弄给做软母婶 我弄给一跑楼 做点事 那你为什么信他呢 他就是派出锅了 清官真派出锅了 所以我都相信他了 但是他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 因为他经常在监狱度过 出来以后去找工作案件 说这是个官犯 案中有案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案件调查到这里 警察心里有些清楚了 这个盗窃车内财务的 犯罪嫌疑人李某 应该是被骗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搞定了 所谓办理案件的警察 所以被抓也理直气壮 等着所谓的朋友 找人把他放出去 随后警方决定 找李某的家人 核实相关情况 他说病是要罗氏似的 他抓着把 这个李某某抓到把之后 李某某的麻友 给他纳使了一碗多块件 2018年12月 警察找到了嫌疑人李某的家人 而李某家人的说法 让警方大失一惊 担心罗氏情况的时候 他有说到这样 咱也想起来 想罗氏更严重了 他不是纠枪无的事 我什么事 你走吧 大回事他那个事 你给我说 他给你找找王杰 他找你要钱那个事 你给我说 他说给他人家交的菜 要一块钱 一块钱 一块钱我说我家的 你给他机会啊 给他三位 李某的父母说 儿子李某被抓之后 他的一个朋友 姿程王杰的找到他们 说自己可以托人 把李某放出来 但是要花大钱 警察了解到 李某的父母 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一直就靠着 政府发放的低保过日子 每个月只有两百多元 得知这个王杰 有办法能疏通关系 让公安放人 他们舅子心切 马上筹钱 当时这个王杰 跟李某的父亲说 需要五千元请客吃饭 老人很快就把钱 凑齐了给他了 过了两天 王杰又来到李某家说 事情办得很顺利 再拿一万给派出所所长 这事就解决了 就在警察登门的前一天 王杰还来过李某的家 这次王杰说 他已经打过招呼了 事情已经办好了 但是因为李某之前 犯的案子太多 还要再拿出一笔钱来 就这样陆陆续续的 李家给了近两万元 李某的家人等到的 不是儿子回来 而是警察再次找上门来 此时李某家人发现 自己被那个王杰给忽悠了 几天后 开封市降服区警方 在某小区门口 发现了王杰的身影 人是啥人的 你不认识官就让他走吗 我啥都不认识 得知找自己的人是警察 王杰显得很轻松 他说自己一定 配合警方的工作 王杰今年三十岁 一直靠打零工为生 他说自己在麻将馆认识的嫌疑人 也知道他是以盗窃为营生的 李某因为网上通缉 找到自己之后 他确实托朋友 去问过李某的案情 随后王杰告诉警察他知道 像李某这种情况 没办法疏通 但是因为自己手头紧 就想到了可以借此机会 挣点快钱 第一次是要了四百万元 吃饭的 第二次是要了五千 第三次是要了四千 在动作 就先死 就先死 剩下的事情 跟李某家人的说法就对得上了 王杰先是从李某这儿 他骗了近万元 随后又分三次 在李某家人那里 拿了1.8万元钱和两瓶茅台酒 那你这种情况 你某手紧说 给钱抛事 抛事 你手紧要钱 你某给钱抛事 你的钱都滑了 那你得烦啥呢 你得烦啥呢 你说 啊 咋的 收了钱的王杰说 李某也曾经追问自己 事情办得怎么样 他一直拖着 不想让李某发现事实 给他选个理由 我说你先不要回家 回家了 我说了人家跑 我都跟他还找你 前面回语 我跟他说个人 结果他没听 他为他说 是我叫他回家了 他回家抓我他了 是我一手给他送给李某 事实上 这不是王杰第一次 被司法机关追究责任 几年前 他因为诈骗他人 被当地司法机关 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得知李某因为涉嫌盗窃 被公安机关逮捕 王杰说自己的内心也挺矛盾 后来因为李某的家人 又主动找到了他 他借机便又开始行骗了 采访中王杰说自己很后悔 他有个女朋友 本打算今年就结婚 但是事情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机会了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杨玉娟教授 欢迎杨教授 杨教授 这几年当中犯罪嫌疑人王杰 他是骗了李某和李某家人 三万多块钱 说这事我能帮你搞定 能让你免于这个形势的追究 这种行为 可能会有诈骗的嫌疑 如果真正是构成诈骗的话 一般诈骗罪的这种构成要件都有哪些 诈骗罪呢 它是指犯罪行为人 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 骗取他人的财物 在这个概念当中 王杰虚构的事实就是认识很多公安机关的人 能够帮他搞定这个盗窃犯罪的事 对吧 那么第三个要件呢 就是要求达到一个数额较大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数额构成犯罪的数额较大呢 是三千元到一万元 那么除了数额是否构成犯罪 还要考虑其他的一些情节 比如说利用短信 电话或者是网络 诈骗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 或者是说诈骗一些残疾人 老人 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财物 或者说诈骗 抢险救灾救济款物的一些行为 那么王杰本身是累犯 这样的话呢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是否会有加重的这样一个考虑呢 是的 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累犯是应当从中处罚 而且不能适用缓刑 也不能假释 累犯是有个时间的限制的 是在五年之内 对的 我们国家规定的累犯呢 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 在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之后的五年内 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的这种情况 所以累犯它有三个构成要件 一个呢就是前罪和后罪 都必须是故意犯罪 第二个要件呢就是前罪判处的是 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后罪也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第三个构成要件呢就是时间条件 是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 或者赦免之后的五年内 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这种情况才是累犯 2019年1月 王杰主动退还了 李某和他家人的将近四万元钱 这件事情让一直不肯配合警方工作的 李某受了触动 面对警察 他将自己做过的十几期案件 都详细地交代了 李某向警方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也表示会尽量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争取宽大处理 警察在办案中发现 嫌疑人李某有多次犯罪前科 每次都是出狱之后又开始盗窃 被抓多次屡教不改 想要挽救一个以盗窃为生 长达二十年的惯犯 警方也知道这并不容易 但是在办案过程中 警察了解到 李某的孩子凭着自己的能力 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初衷 而李某长期的牢狱生活 显然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孩子的发展 老人生活无拙 孩子又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 警察推心致富地跟李某做过多次沟通 在这种情况下 李某的态度也慢慢地有所改变了 我现在唯一关系都是我的孩子 现在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也无论多了 我也想改正 也不想在这里避害 当时我说翻在家里李某某 你现在五十了 你并且孩子都已经上车窿了 你以后一种生活怎么办 我感觉说这一辈子 我说一句话 我对这生活 对家里说是也非常绝望 但是他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 因为他经常在监狱里度过 出来以后去找工作 人家说这是个惯犯 谁都不敢要他 2019年2月 犯罪嫌疑人李某 因为犯盗窃罪 被开封降服区法院 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五千元 而诈骗他钱财的王杰 也在2019年3月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五个月 采访中两个人都觉得 自己是真知道做错了 他们表示一定会改 往后不再犯案 而针对一直以盗窃为生的李某 开封警方也认真地 跟他谈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也确实跟他说了 你只要改了这次 判复以后你出来 出来和我们跟社区 跟相关部门去沟通 能跟你找一份正当的职业的活 你自食其力都可以 这是我们确实跟他承诺了 我说一下 我只会当入这个镜头 我发誓这个话 我以后觉得不会再打他 此话当真 当真 说我出来第一天我会去找你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说行我等你 但是以后你给我再打他 我再抓住你 都要重看